劇照當虐境 港市胡廣龍說 正常都入了醫院了 和平佔領運動經常被人抹黑 還有人竟然拿張港市的劇照放上網說 有警察被佔領人士打啊 其實想中人是港市的藝人胡廣龍 十多年前他真的做過警察 有些人拿出來就被解僱了 覺得警察就是這樣 其實整件事是很不淡少 但你出了看的時候會很驚訝嗎 不會 不會 因為我出了看的時候 大家冷靜點看就已經知道 劇照是假的 因為有什麼可能一個警察受傷 受得這麼厲害 他還可以給你拍照 正常已經入了醫院 很痛苦 未入行的時候是當警察的 我也是警察來的 不是做軍裝 軍裝 我有很多部門做過 軍裝變裝我也做過 為什麼不做 其實我是 這一行才是我興趣 就是做演員才是我興趣 其實你進去 他進去把你的信心 把你本身每一個人的信心 都打散了 就是用他的方法 打散了你的信心 然後每一個人都由零開始 然後建立你的自信 這件事是好事的 因為你執法的時候 或者什麼東西 有時候會受到很多的挑釁 或者什麼東西 如果你本身是一個很容易躁底的人 基本上我就一撻即著 要冷靜 無論警察也好 佔中也好 都要冷靜 因為這不是解決這件事的方法 總之要 我覺得應該要有 有渠道給別人訴求 就要去想一想 至少要先想一想 你不要拒絕換我 先想一想